迎接后防疫新生活 花莲今年暑假首波观光文化活动 18号从瑞穗赴园村的 2020刻骨明星光雕秀开跑 主办的县府客家事务处 今天上午会同地方机关村长代表 在保安宫进行祈福祭祀 处长表示除了有古王争霸赛 另外也结合AR实境闯关活动 成功者将会免费赠送一份精美礼物 欢迎大家一起共襄圣举 三生素果百相案 县府客家事务处长彭伟 主委客家画像复原保安公主神 陈皇爷祭祀祈福 祈求即将登场的2020刻骨明星 光雕秀系列活动能平安顺利 拜拜 今年受到了疫情影响 原本是花莲县暑期旅游旺季期间 最后一场观光活动盛会的日子乡 副原村古王争霸站宗教活动盛事 这一次反倒成了第一波文化观光活动 因此现在不特别重视亲自承担 除了有古王争霸赛 处长彭伟族兴奋地表示 这一次首度结合AR实境闯关正好礼 并且也扩大办理保安公光雕秀的表演 让游客民众从白天晚到夜晚 光雕秀活动每天都有从7月18号开始 每天晚上都有一直到8月16号 那除了晚上花莲首次举办的光雕秀以外 在白天我们也有做 在这里有一个非常新科技的AR活动 互动游戏 可以在这边抽签翻牌 来打一个祈福股 这也是我们花莲首创 2020客庄十二大节庆 客股明星光雕秀 将在7月18号晚间7点 在瑞穗富原村保安公龙总登场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共享盛举 记者时遇蓝瑞穗采访报道